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其他地方吃不了 暖呼呼的感觉 很厉害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 佛山市的地道家乡味 闻所未闻的食材搭配 脱胎换骨的烹饪魔法 广东省佛山市作为粤菜的发源地之一 五花八门的各路食材和脑洞大开的烹饪绝学 让这里的宝藏美食层出不穷 做辣味有绝活 90后姑娘做出的广式辣味 为何离不开辣味四宝 其实每一家的辣味所谓不同 重要是在这个比例是吗 是 我今天做这个猪大肠 做一些猪肝 做个猪声 有没有注意 下水里面酿下水 如此奇异的组合 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美食智慧 大得一口吗 这些皮很爽 下口吃太好 好吃的东西全部被我装起来 羊肉吃法有不少 佛山人爱吃的脆皮羊肉 为什么偏偏做成甜口 很爽口 对 汁水特别浓郁 烹饪有高招,味道更绝妙 就这么快,一下子一条就做好了 现在可以吃了吗 还不能吃,在刚发落锅里面 我们叫他阿黑 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好,阿黑别走 跟随味道调查员 一起品味佛山地道的 越式美味 说起猪下水 人们的情感总会有些复杂 嫌弃他们的人避之不及 好这口的人对他们贩不绝口 在佛山 人们在吃猪肠这件事上 花足了心思 鲁大肠酱香十足 猪套肠爽脆弹牙 在当地有一位大厨 打算用全新的烹饪手法 将多种内脏合而为一 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鲁哥 你好,小屋 你要我带着柚子 我给你采来了 太少了嘛 我这是唯一找到一棵最大个的了 这是 我带你去买个 还不够啊 是 还要点大的 是,这里有大的 这儿还有,水果摊还有 坐下水 谁要做好猪下水 首先就得选对料 我今天搞这个猪大肠 猪大肠是吧 是,就是这一点 猪七寸是最好吃的这个部分 这是最肥的这一团 是,最后又是这一节 最好吃这一节 这是最让我恐惧的一节肉 然后就想 这个不瘦很多吗 这个感觉 这个没有口感 猪七寸俗称大肠头 是猪肠的末端 这段肥肠肉质最后 是猪肠里的高端食材 搞一些猪肝呢 最好的是黄沙肝 它是放养殖的猪 黄沙肝色泽略微发黄 口感如同细沙一般 是佛山人眼中的顶级猪肝 买猪肝的时候 您要说黄沙肝 卖主立马知道您是行家 搞个猪肾 剪个大个的 有没有猪肴 帮我搞到哪个猪肴过来 搞个菜就是一起酿进去 酿进去啊 是 用猪大肠酿各种下水 这个组合还真是奇怪 不过此时的大难题是 如何清理它们 特别是大肠头 令人不愉悦的气味尤其浓烈 但在彭哥看来 猪肠想要处理干净 这三个步骤必不可少 把多余的油脂夺下来 你看就上面的这一层 白色的这个多余的油脂 得给它一点点撕下来 那这样它的那个肠壁 就变得很光滑了 剔除内壁的油脂 是清理猪肠的第一步 接下来彭哥要做的第二步 是去除大肠的粘液 第二道 生粉 生粉 放进去 这么多生粉 可以的 好 这有什么用啊 把它里面的粘液洗出来 生粉浴水会产生较大粘性 反复揉搓后再清洗 能清除大肠里的杂质 不过想要彻底去除腥胶味 还需最后一味料 好可爱啊 这个是你做的吗 是 天哪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小熊是吗 这个 小可爱 你看这比了一个叶 这是咱们用来去大肠味的柚子 现在成了一个小工艺品 咱们放桌上摆着吧 对 赏心悦目做出来的菜 肯定更美味 彭哥说柚子皮可不是摆设 而是他给猪肠去腥的第三件法宝 先把柚皮 削下来表层的是吗 是 清香四溢 像一般就是吃完橘子或者柚子 有的人就喜欢把这个皮收藏起来 就放在家里面清新空气 是 再用些叶子 是 就是拿他自己本身的这种清香味 盖住他原本的腥臭味是吗 原来柚子皮和柚子叶里含有丹宁酸和强芳香物质 通过揉搓不仅能去除大肠的异味 还能增加一丝特殊的果香 酿菜在广东地区非常盛情 尤其是客家人特别擅长 酿豆腐 酿铃鱼 都是当地的传统菜式 可是酿大肠却是头次听说 这么多气味浓烈的食材放在一起会好吃吗 这不是肉馅吗 是啊 然后是油是吧 是 这还要这两样东西吗 是啊 放在一起 等它不要松散 熟了以后不要松散 是要把它粘在一起是吧 是 这是一个相当于浇水的作用 是 彭哥说猪肉馅受热会凝结 可以防止食材散掉 将肉馅和下水混合后 加入柠檬叶增添香味 再简单调味 先前处理好的大长头 用稻草绳捆扎住一端 可是如何把馅料酿进去呢 彭哥自有妙计 然后拿出我们自己搞的神迹 是你自己做的吧 是,自己做的 这是大的矿泉水桶 是 上面削下来的 还挺受用的,你看 是 又挺顺畅的就灌下来了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多花样 去做一道菜的 方便自己 我们平常去参加比赛 想快一点 做每一样东西出来 彭哥虽然年轻 却在各种烹饪大赛中 拿过不少金奖 靠的就是不断创新的尽头 这道酿大肠 是他准备的又一个参赛作品 现在开始飞水了是吗 是 为什么一定要冷水下锅 冷水下锅 等它慢慢来收缩 如果热水下锅 一放下去就… 它的把面就熟了 我们一边飞水 好 一边做一些配料 等一下调滷水 好,没问题 来 大肠炒水后 另起一锅下入葱姜 再加入陈皮、八角和香叶 食盐调味 最后用黑胡椒丰富味觉层次 大肠就能下锅 无需任何酱料 不过这样煮出来的大肠 颜色是不是有点太素了呢 别急 彭哥还留了后手要放大招 等一下我们卤完了 再上皮水 所以咱们上色 其实是后面一道东西了 是 大火煮三十分钟 将大肠煮到全熟后 控干水分 就要刷上月菜中的 灵魂调料 皮水 这样做出来颜色就比较漂亮 是 而且也是脆皮的吗 是,脆皮 与传统广式皮水中有麦芽糖 红醋和蜂蜜不同 彭哥做酿大肠用的皮水 只需红醋和蜂蜜调和而成 将皮水均匀涂抹在酿大肠的表面 距离美味上桌 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将大肠在油锅中炸至十秒 让表皮迅速定型 所以其实就淋一下这个 过一下这个 起脆皮就行了 是 瞬间变色 热油淋炸 是做酿大肠的点睛之笔 皮水中的糖分 在高温下逐渐焦化 形成微小的气泡 可以大大增加咀嚼的快感 我都听到它碰撞的 刺刺刺的声音 哦,好香啊 肉末真的是把内脏全部都拧在一块 是 不知道彭哥自创的这道酿大肠 味道究竟如何呢 好不好吃 大概一口嘛 这个皮好爽 一加口吃才好吃 少一点吃过的话 感觉没人的口感 酿大肠表皮酥脆 丰富的馅料有着多样的口感 咸鲜的滋味再配上酸甜的酱汁 妥妥地征服了小伙伴们的味蕾 这也让彭哥拿这道菜去比赛 有了更多的信心 说起佛山美食 广式辣味绝对不容错过 各式辣肉辣肠色泽明亮 咸中带甜 90后姑娘陈燕妹 是旦家人的后代 虽然从她父辈开始 就已经告别了海上漂泊的生活 但是做辣味的手艺却代代相传 阿妹姐 嗨 小伙伴 我来了 我们这已经开始挂墙了吗 是啊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到更冷的天的时候 我们会做很多的 是吗 来 带你去看一下 行 我跟你一块来做 阿妹姐家有一道淡家传统美食 霸王花辣四宝火锅 将四种辣味同时入锅 把鲜味发挥到了极致 在当地可是赫赫有名 阿妹姐说 她家的辣四宝 更偏重淡家的水上风味 这第一宝就徐于水里 那有几只 有几只 没想到 这辣味的第一宝 竟是鸭子 阿妹姐表示 这鸭子可非同寻常 啊 你看 我抓着了 阿妹姐 这是什么鸭子 青头鸭 嘴巴是绿的 是吗 你看它头上面 也是有一点深绿色的样子 你看它们很可爱 它们每个表情都这样的 就这样看着你 它这种看上去没有白鸭大 但是它的肉质是比较 有嚼劲 结实的 青头鸭生性好动 脂肪含量较低 肉腥味很小 用来做酱板鸭 甜咸适口 是下饭就酒的不二之选 可是这么瘦的青头鸭 做成辣味会好吃吗 接下来阿妹姐就要寻找 做辣味的第二宝 不过这次 她准备了个大家伙 好大呀 里边的鱼 好重 这是什么民众的鱼 皮肤黑一点的 这个叫黑鸭 皮肤比较发黑的是吧 那这个鱼这么大一个的话 它那个肉会不会比较馋 不会 反而会更有弹性 更爽口 原来辣味第二宝 就是黑幻鱼 黑幻鱼学名青鱼 是水塘里的巨无霸 此时四宝中的两宝 已经入手 不知道阿妹姐的第三宝 是什么呢 每天都是青鲜 叫过来的 那这每次一做 能做多少斤 天气好的话 我们一做就做了 三四百斤一次的 原来这第三宝 就是五花肉 不过阿妹姐说 做腌辣 必须用下五花肉 才好吃 下五花肉 长在肚懒的位置 这种肉肥瘦排列 最为均衡 裹上用糖 盐 尿酒和酱油 混合出来的调味料 直接晾晒 肥肉中的油脂 缓缓渗出 融入到瘦肉中去 让整条腊肉 润而不柴 阿妹姐说 她家的第四宝 就是广式腊肠 这是她家的招牌味道 来 上桌 阿妹姐 像咱们广式腊味的话 一般都有哪些种类 广式腊味的话 通常就是腊肠腊肉 那咱们就先来做 最经典的腊肠 好啊 好啊 从剁肉开始吧 就剁这五花什么 对对 广式腊肠 是阿妹姐家的招牌味道 将大块的五花肉 切成黄豆粒大小的肉丁 阿妹姐说 她家的第四宝即将登场 我们还是请一下大师傅 来帮一下忙 大师傅 妈咪 妈咪 阿姨 听说你是大师傅呀 这是最有经验的老师傅了 是吗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陈妈妈掌握着 做腊味所有的秘密 是家里的技术总监 一肥三瘦的肥瘦比 是她做了四十多年 广式腊肠 总结出来的最佳比例 至于调味 除了糖 盐 酱油 最关键的就是白酒 一般广式腊肠 只需少量白酒调味 而阿妹姐家的腊肠 则在每五百克馅料中 需要加入七十五克 五十度以上的白酒 不但能抑制猪肉的异味 便于长期保存 还能给腊肠增添厚重的唇香 把腊肠衣捅进去小管子里面 好 套到最里面 现在你把腊肠放进去 塞进去 就这样塞 然后呢 塞 你可以借助竹子 这样捅进去 对 这就比较原始的方法了 这是最古老的 对 最传统的 但这个很费时间 一点一点地捅 灌出来了 现在我们用灌肠机的话 就妈妈一个人就可以了 那咱们上机去 去灌一下呗 走 用自动化机器灌肠 是阿妹姐在广州工作时 学到的技术 一天就能灌出 三百多千克腊肠 不但大大提升了效率 还能使灌出的腊肠 更加紧致 五六秒就一条 这么长的三米的肠 就瞬间出来了 这机器的力量 太快了 中间没有断 将灌好的腊肠分段打结 打出气孔 便于空气流通 阿妹姐说 接下来的步骤 是成就她家腊味 好吃的重中之重 阿妹姐 那我这样是不是 就可以直接去晾晒了 在晾晒之前 还要泡一下那个温水 那大概是多少温度的这个水 就大概三十度左右 三十度的水过一下是吧 好 原来灌肠用的肠衣 会有部分残留的油脂 如果直接风干 猪油会在腊肠表面 凝结成块 使口感大打折扣 所以必须在温水中 窜洗干净 这便是阿妹姐 做腊肠的独门绝技 不过想要做出理想的腊肠 还需要一个重要因素 好漂亮啊 这一排 风一吹像风铃一样 你看 这样就完成了 等它跟风啊 跟低温接触个七天就好了 就可以上餐桌了 对 气温是制作腊味的关键 湿润的气候 更是风味诞生的催化剂 猪肉里的蛋白质 逐渐分解出带有鲜味的氨基酸 凝炼出浓郁的汁香 醇香和肉香 这边腊肠已经上架 阿妹姐和陈妈妈还要制作腊青鱼 不过陈妈妈切肉的方式可有些奇怪 阿姨 这是怎么切啊 不断是吗 我看看 小心 你看 这个鱼成一串了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切啊 这一起来 一长串 一长串就更漂亮是吧 那一条这样就很漂亮 这是您发明的方法吗 腌制的 您独创的 你看 一条十千克重的大黑幻 被陈妈妈切成了将近五米长的连续一长条 除了美观 还能斩断青鱼的纤维 不但方便入味 还能在晾晒的过程中 让鱼肉尽可能暴露在空气中 加快水分风干 让风味凝聚 终于 阿妹姐要处理她最新研究出的腊味 腊青头鸭 我发现每一道的这个食材处理的方式 都有那么微弱的一个差别 那咱们这个鸭子呢 有什么不一样的 鸭子的话也是有一点点的 跟外面不一样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不是小竹片吗 为了使那个鸭子 整一只都充分跟那个风接触 用这个竹子把它撑开来 就跟风筝一样的 像那种风筝骨给它撑开是吧 腊肉 腊肠 腊鱼 和腊鸭 四种腊胃 都在晾晒架上随风摆动 需要七天的晾晒 让风味转变 阿妹姐用甘甜的甘霸王花 煮成汤底 准备来一道腊胃大会脆 犒劳大家的忙碌 它真的流汁 一咬那个汁就从里面泡出来了 就很爽的感觉 凉风习习 腊胃飘香 辛苦了一天的一家人 围坐一桌 品尝亲手劳动的成果 想必这就是生活里最美的滋味 与此同时 在河山的另一家餐馆正忙着火热 据说来这儿吃饭的人 都冲着一道爆款菜脆皮羊肉来的 这家店的脆皮羊 每天晚上只卖一只 仙道仙德 真的吃饭的人 羊皮很脆 暖呼呼的感觉 那些是什么肉 什么神酸肉 很厉害 这里的主厨吴广源 眼睛很大 但绝对不容杀 准备做菜的物料 一定清理清理清理 而且绝对要地理线菜 他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找到食材中的煎货 这不是姜吗 对,这是当地的老姜 看这就是看它的粗状 看它的颗 多不多 这种虚实就很长了 对… 轻轻的一巴就行了 五花八门的调味食材准备完毕 不过眼下 袁哥还要为今晚的生意 准备最重要的食材 它有什么样的做 这个是最好吃的 你看到它那个领角 你看到领角大的 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救它吧 救它吧 我们叫它阿黑 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好,阿黑别走 它会跑 没事 阿黑会跑 袁哥做脆皮羊肉 一定耐用全身趋黑的 本地东山羊 这种羊运动量较大 不过想要抓到 还真得费一番功夫 像这个这么大小 这个东山羊 大概是已经多大年了 它现在是一年半左右 它这个羊肉 它这个肉比较软 刺滑一点 袁哥的脆皮羊肉 好吃的关键在于羊皮 将整羊进入开水泡三、四分钟 羊皮的毛孔就会张开 先拔哪儿的毛 有讲究吗 这个毛一定要用力 用力全部顺着拔 用力拔下去的毛 很容易拔出来 用手指把它捏住才行 好 这样拔得很干净 将所有羊毛剔除干净 在羊皮表面 刷上用水稀释后的麦芽糖 袁哥就要揭晓羊肉脆皮的奥秘了 这我还真第一次见游灵全羊 这个就用它这个皮脆 皮脆三色 提起来口感就不一样的 比平时这个羊 脆皮羊肉是吧 脆皮羊 慢慢就加 慢一点 焦上去瞬间它就开始吃 对对 把它皮上面 皮再去把它夹起来 脂肪就已经透了 提起来它不会那么利 袁哥说 制作脆皮羊 油温是关键 用300摄氏度的热油 反复凝炸20分钟 当羊肉的表皮 变成了诱人的琥珀色 就可以改刀切块 终于各路食材准备完毕 让味道汇聚的时刻到了 把这个姜炒上来 好香 我来炒一下 这个姜里面它大出水分 所以要把它的水分全部收干了 以后才闻到这个脏的香味 老姜能给脆皮羊带来浓烈的辛香 袁哥又亮出了两样调味宝藏 把这个调料先放上去吧 这是什么料 这个腐乳 腐乳这个呢 这个自动跟羊专用的 这个桃的 酱汁是吧 对 腐乳咸中带甜 混合了祝侯酱和海鲜酱的密制酱汁 更是滋味鲜甜 上羊了 哇 好喝 大块的羊肉一下锅 还需蚝油增鲜 老抽调色 再用高度白酒去腥解腻 只需翻炒两分钟 浓郁的酱香混合着鲜甜的滋味 肆意飘荡 紧紧地勾着小院里的每一个人的蝉虫 可以吃了吗 还不能吃 刚放到锅里面 你试一下 铲得动吗 铲不动 我们的这锅羊肉纷纷引来了 各位围观 对 是即刻 对 完了 我觉得我们待会这肉不够分了 不够分了 不够分了 一定要吃是吗 对 你可以预定一块 我转腰了 那不行 已经有人排了队了 前面排长队了 那五斤面 好 好 围观的时刻们 多少是有点等不及了 袁哥必须加快速度 此时上午采了甘蔗 要发挥奇笑了 甘蔗加到羊肉里面烹制 是这边的传统做法 还是您自创的 那这边的传统做法 它会有什么做法 是酥糖是吗 不是 因为它出点糖 我怕 问题太点让锅糊了 为什么要放甘蔗呢 这边烹制羊肉 甘蔗呢 这已经最传统了 因为它那个羊肉 它具够的这个糖分 它这个肉吃起来也不太舒服 脆皮羊肉除了皮脆 最大的特点就是咸中带甜 现彩的甘蔗水分极大 还带有天然果香 是脆皮羊肉的绝佳搭档 在锅中天水落过羊肉表面 再加入老抽调色 大火焖煮一小时 让甘蔗中的糖分充分溢出 渗透到肉块的鸡里中 脆皮羊肉才能出锅 终于锅里的脆皮羊肉 在沸腾的汤汁中 吸收了多种调料的味道精华 肉的纯香 酱的鲜香 还有甘蔗的甜香 在整个小院飘荡 令人难以抗拒 很香 很香 你挑哪个… 这一块 这一块 我会挑,这块肉多 有肥有瘦 真的… 来… 42周 一股,好 两份… 这里尾巴 78号… 78号要哪一块 要准备你 没盘子吧 我来了 你真的来收割 好吃的东西 全部帮我装起来 不到二十分钟 刚出过的脆皮羊肉 一瘦而空 要不是提前预留 那可就吃不上了 真的是发脆 但是其实它底下那层是糯的 表面那层是有点脆脆的感觉 对… 就很爽口咬到嘴里 对… 汁水特别浓郁 而且甘蔗汁的那个糖分 都在这个肉里边了 一点都不腻 而且完全没有羊山味 对… 脆皮羊肉吃到嘴里 肉香 果香 融合着醇厚的酱香 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 富含胶质的肉皮 搭配油润鲜香的羊肉 更是让人口舌生津 回味无穷 品味佛山味道 让味道调查员 对这片美食的热度 有了全新的认识 圆哥在一只羊身上花尽心思 不仅是对日常工作的尽职 更是对传统技法的传承 不停动脑 不断改进 彭哥还在为比赛完善作品 年轻的阿妹姐准备开一家网店 让更多人品尝到家乡的辣味 博山人用心甄选食材 细致的料理 不仅用美味丰富了餐桌 还借助美食 传递了对家乡味道的热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